還有這個馬英九跑去這個孫中山 這裡黃花崗這邊 他說他在這邊 就是大家知道馬英九 有時候會蠻感性的 有時候會哽咽 太陽很大 他戴著墨鏡 他說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 向全中國人民許下了自由 民主 均富 這樣那這裡突然哽咽起來 走向了民主共和一統中國的承諾 讓人民興奮感動 所以結論是聯安應該要共同合作 避免戰爭 致力和平 奮鬥振興中華 共創和平繁榮 這就是我們這一輩的中國人 最大的願望 最新的消息 我們來看 馬英九 真的是準備了很多的問題 這個也還蠻有意思的 馬英九 馬老師 他到孫中山的故居紀念館去參觀 亮哥 我也被他打敗了 他問了好多好多問題 他先是問 你知道孫中山先生多高嗎 他跟這個解說員有討論 有人說這個一五幾 有人講 雙方人在討論 然後但是他突然在問說什麼呢 那孫中山鞋子穿幾號 你知道嗎 人家那個解說員 真的不知道就考倒我了 就馬英九告訴人家說八號 亮哥你覺得 你覺得馬英九的事 到底誰是解說員 中國的鞋號八號 美國大概是幾號 我有沒有考到你 四十 四十二吧 是不是 沒有四十二那麼大 沒有四十二那麼大 這個我覺得我們還是講正經的好了 這個身高不決定歷史的偉大 是 事實上孫中山跟鄧小平都不高啊 可是 拿破仁也不高啊 對 內齡也不高 都創造了歷史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跟身高無關啊 不過馬英九去孫中山 在廣州那邊講出這番話 我覺得就是呼應 大陸事上有些人就是 有這樣說啦 說他要勇敢一點 事實上金燦榮昨天他說 是不想活啦 在講實戰射擊 今天又錄了一支就是講這個 說馬英九你應該勇敢一點 說出兩岸要共同追求什麼 就是這個當然金燦榮的用語是說 兩岸要追求統一啦 那馬英九就是用這個方式來表達嘛 這個王丹也講得對啦 重點是九二共識之外 他還會附加一些話啦 事實上這個他跟宋濤見面的時候 他已經稍微講到了 就是現在國民黨大概 在九二共識之後都會講到反對態度嗎 沒有 國民黨沒有講 國民黨沒有講啊 我們也聽過朱立倫講過 那這個就是考驗國民黨了啦 聽過何友宜講過 競選的時候講過 因為馬英九有把他講出來 那事實上 他以前很少講啊 2018年大概卸任之後有講過 他在任的時候也沒有講這麼清楚 你講馬英九嘛 他講馬英九 這個 馬英九的 馬英九是這樣啦 就是他說啊 他說這個 兩岸有共同的歷史文化血脈 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 我任內達成兩岸堅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 這個是兩岸得以這個攜手向前的重要關鍵因素 那無論外在環境怎麼變化絕對不會改變 這是他的全文啊 那我覺得大家比較有興趣的是 那習近平會怎麼講 然後習近平講完馬英九講完 那回來之後民進黨會怎麼回 然後國民黨朱立倫跟國民黨的立院黨團會怎麼回 這個跟打撞球有關 因為他不是當政者 可是他是重要人士 然後他丟出這些重要的概念 然後看當政呢 包括中國大陸 包括民進黨跟國民黨怎麼去做回應 對之前亮哥也說蠻久代表大多數的民意 我說他要有這樣的擔當 他可以大聲講出來 對 所以事實上你是60% 金燦榮也是這樣講 那很多這個兩岸的民眾 可能對他也有這樣的一個期待 所以會不會現在講這些都是在一個暖身的 那最重要的大家的期待 他會在習近平面前講嗎 我認為會啦 不然你去那邊幹嘛 對不對 如果只是這樣的話 你如果不講那只有一個九二共識這種概念 那兩岸九二共識這個詞沒有爭議啊 要的人家要看的是內容嘛 那而且要連動出一種兩岸的氛圍啦 這才有意義啦 而不是你嘛 你現在又不是當政者 人家是要看習近平 然後蔡英文 賴清德 那還有那個國民黨 會連動出什麼氛圍啦 因為你可以看到馬英九去啊 一開始民進黨是一面倒批他嘛 立委啦 或者那個1450啊 可是後來就開始發生一些變化 你可以看到邱泰山啊 蔡英文 賴清德都不講話 是這次的喜馬二會 馬席二會 可以作為一個撬桿 撬動一些兩岸的什麼嗎 我覺得他 這個就是一個隱性啊 對 不然這個話題本來不存在嘛 因為大家都見不到面 然後也沒有辦法拉那麼高的層次 現在兩岸沒有這樣的一個對話窗口 讓大家來討論最根本的定位問題嘛 歷史問題嘛 那蠻久把這個丟出來嘛 那你一定要講得夠具體 然後習近平回應 這樣才有激盪啊 然後那個激盪就要湧向台灣 那就看你賴清德怎麼表態 那大陸當然就會把這個列為 這個對賴清德評分的一個指標嘛 你看賴清德對羅森博格為什麼那麼緊張 因為他知道羅森博格是來評分的啊 這個就是我們正元凶黨幹嘛 他是考官啊 他是要評分的啊 那孫小雅當然也知道啊 所以旁邊那兩個人 這個羅森博格跟孫小雅都翹著腿對不對 亮哥以你認識的賴清德你看過他這種 我覺得他非常緊張 非常緊張 他那天好像去國防部的一個單位 然後有一群記者 那賴清德就 就是要故作輕鬆嘛 然後就跟記者講說 你也知道這個舊子眼說壓力很大 他就不經意講出來 賴清德是一個比較不會長的人 他就寫在臉上 他跟蔡英文不一樣 蔡英文是 是 喜怒不形於色 對 因為家庭長大的背景 所以他知道要透過 做 只做 做多於說啦 蔡英文是這種人 那賴清德不是 他會 他討厭 或者是這個就是他反對的東西 他就會直接寫在臉上 那最近我們可以看到他對520的壓力 那也可以看到他對蔡英文這個 讓他520之前 連番做的一些政策的不滿意 比如說 你海巡署怎麼搞出這種事情來啊 你怎麼在我上任之前給我賬電價啊 我認為這兩件事情他都相當不滿意 那我相信這個實彈射擊他一定也不滿意 你幹嘛 你這個讓我難做人啊 那偏偏都發生了 所以他種種就會寫在臉上 這個叫苦笑啦 可是又不能笑 所以他那個笑就給人家感覺是充滿壓力的笑 我的感覺啦 那在美國面前 那個身體語言就全部出來了 就他 他感到壓力很大啦 然後很怕美國會不信任他啦 我覺得他大概已經感受 我跟你講羅森伯格是一年來 來了第五次 是啊 就是啊 有這種事 以前AIT理事主席哪有這樣來的 一年內來了五次 就非常不尋常 就是對你非常的 感覺好像抓不住你 或者是覺得你怎麼始終不及格啊 以前這個天不怕地不怕嘛 台灣人什麼都不怕 現在真的有點怕了 而且他抓不準 問題在這裡 這個很麻煩 因為我跟你講兩個人 就是我已經見你多次 那你的表達的語言還是這樣 那你就會著急啊 那蔡英文是都過關啊 蔡英文是這八年 美國從來沒有焦慮過啊 那蔡英文是一年來 這個頻率始終對不準啊 你知道吧 對不準啊 然後坦白說啦 在他競選過程當中 蔡英文的國安團隊也沒有進來啊 對 然後現在他的國安團隊是誰啊 沒有人知道啊 所以美國當然會急啊 就不知道要去問誰 因為美國是有各種管道可以去接觸 可能在幫你的人啊 我認為美國現在還湊不出來 所以賴清德那時候很天真嘛 當然選總統的話要走入白宮 現在知道不可能了 所以這個不知道比知道更可怕 可是問題是被他挑起那種興奮的民眾 他怎麼去面對 這也是他的麻煩 所以他現在真的挺麻煩的啦 因為獨派的那些群眾 最支持他的 那你也不能讓他們太失望 真的相信可以大干一場 就是有這種人啊 對 真的是這樣啊 不然怎麼會有人對唐鳳意見那麼大 只有實外做兩板去K他 不是嗎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1essa2aw4 YouTube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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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